大家好,我是Mike 最近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 就是在我的客户圈里,朋友圈里 我说这个朋友圈不是那个微信朋友圈 是我身边关系很好的朋友 也包括我曾经的一些跟我关系非常好的客人 他们有的还在中国的银行担任高管 还有中央的,有省级的层面 也有中国的一些房地产的大佬 当然有的已经定居美国了 早就有人让我谈这个金税私欺的问题 但是我手头信息并不多 所以一直不敢谈 那么最近我搜集了一些信息以后 我大概终于明白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斗胆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不过今天这个内容局限性很大 我需要提前说一下 就是省得你看到最后骂我 说这个不适合大多数人 是说给有钱人听的什么事 首先你必须是现在手里有资产的 就是我题目讲的钱多的朋友 你如果说月薪一万 那你真的是不用看了 你现在就可以关掉 哦不,你先别关 我忘了一个事 如果说你月薪一万 但是你家里有一个家族企业 或者是你女朋友一年给你几百万零花钱 你父母一个月给你几十万零花钱 那也是我今天聊的对象 我说的这个正常的钱多的是指哪些人呢 手里有两三套以上房产的 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城市 然后手里现金存款有一千万以上的 这个是个起点 如果说你说存款有两百万五百万 那我建议你可以看看今天这期内容 也许后半部分的建议 对你还是多少有些作用的 不过呢你暂时不用担心 因为行政资源有限 国家暂时还看不上你那几百万 好吧 我提前打好招呼了 就我今天这期内容是说给有资产的有钱人 包括上市公司股权这些 名下有几百万豪车的 路虎保时捷马沙拉地 在美国可能就是很一般的车 但是在中国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你太惹眼 如果说你不是我说的这些群体 你说我月薪五千月薪八千 然后存款十万二十万 或者说斗胆往高了说 说一百万存款 那么你现在也可以关掉这个内容 反正就是说你别骂我 我天天爱骂也不舒服 对吧 我也想看到就是说我的内容 对你确确实实有帮助 我觉得这样做这个话题它有意义 闲话不多扯 咱们开始正题老规矩 先赞后看好运不断 第一部分主题 金税四期是干嘛的 首先这个金税四期 它不是特别复杂的东西 其实就是通过更加严密的一个大数据工具 让数据服务于政治 把以前不好管控的企业和个人税收 变得可视化和可监管化 说白了 国家可以更详细的知道 中国企业和居民的信息 他们好更加严密的监控你的这个个人家庭情况 未来最熟悉你的不是你老婆 不是你父母 也不是你的领导 同事 朋友 而是中国政府 当然了 你也别把这个想的太龌龊 世界发达国家的资产监控体系 都是很严密的 包括美国 你比方说我在美国的现金账户存款 超过一万美金 就是现金存一万美金 就特别警告了 然后我妈的那个账户 现金存了三次 每次大概就是三五千块钱 那她的账户就被关停了 半年之内不得重新开户 那美国对于钱的管控和税的管控特别严格 你可能一辈子见不到税务局在哪 但是他们想找你特别容易 你欠美国政府一分钱 他们都会找到你 然后罚款 但是你如果说遵纪守法 按时报税纳税 那么美国税务局的这个大门朝哪开 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你是低收入群体 那么你在美国 你实际申报以后呢 第二年美国政府还会以退税的形式给你补贴 说白了就是把富人的钱 然后给穷人 第二呢 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 即便你资产千万或者说上亿了 我有很多客户开公司开厂 然后上市公司补东 资产都挺雄厚的 但是你仍然是普通人 也就是说 这个对普通人的影响怎么样 金税四期上限以后 对普通人的资金监管 更加严格 特别是对于个人的卡的交易 你个人名下一张银行卡 如果是涉及到违规的话 五年不得开户 同时进入到征信系统 基本告别了信用卡和房贷车贷 所以个人交易一旦涉及违规 或者资金来源不明 都会有问题 第三呢 这个金税四期 重点查的对象是谁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 暂且是瞎聊啊 你也别当真 我只是综合我各种信息来源 进行的一个个人分析 一个就是明星 就是收入特别高的那些群体 网红啊 演员啊 等等 然后就是四期老板 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个明星网红 他其实在早些年前 都已经被重点关注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四期老板 当然你也得有一定的规模的四期 你说你一年营业额 还没有你赔的多 那肯定跟你没关系 对吧 但是你赚钱就更难了 只能说影响在这儿 高净之人士我就不用提了 肯定是重点的监管对象 就是我说的本期视频 聊到的这些有钱人 如果你过去资产来源不明 回扣啊 灰色收入啊 贪污脏款啊 这个你可能有麻烦了 不好意思 你可能就会被列为收割对象 所以我又不得不提到润这个问题 那你也别说我做生意啊 因为你愿意找我做移民 我们也不一定接 我们服务能力有限 接触人才标准又很高 很多人都不符合 你也别听那些中介瞎扯 然后是个人都符合接触人才 我们不做啊 所以说你别乱喷 你不是我的客户 我也不做你生意 你提前做好规划 资产转移是你自己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作为提醒 你移民到哪都行啊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法国 德国 瑞士 南极 北极 哪怕你黑到美国 也跟我没关系 我们只做接触人才 符合条件的并不多 别动不动啊 就很多人给我扣帽子 说我做生意 我还真做不了你这个生意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呢 就是发到这个B站啊 头条啊 抖音上这些 为了防止有人搬运我的视频 就很多人无脑去喷 YouTube的这个观众素质 还是可以的 就没有那么多脑残 然后B站 头条 抖音 我要不是为了防止 这个很多人盗用 搬运我的这个视频 我真的懒得发这个平台 第四 对于做金融领域的朋友 不管你做比特币也好 还是炒股票也好 还是做期货也好 我建议改行 如果钱赚够了 你趁早走人 如果你是普通人 想从股市 想从期货里赚钱 想报复 你就趁早打交这个幻想 因为制度越成熟 你赚钱的这个机会就越少 第二部分的这个主题 我给有钱人提几个建议 就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第二部分啊 建议一就是尽快抛售你手里的有形资产 房子是最大的资产 手里留一套资助以外呢 其他一律抛售 哪怕你现在是赔钱 比如说你五年前买的房子五百万 现在四百万能卖就卖 那一百万损失 对于今后的这个长远的变化来看呢 真的是不算损失 如果你是十年前 十五年前买的房子 那你现在肯定不会赔钱 只要有人要尽快抛售 不要计较暂时的这个得失 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有资产 就是金税司机记查的对象 你就是打土豪运动当中的土豪 建议二 尽快分批将你的股权套现 然后合法纳税 把这一部分合法纳税的现金存款 作为定期存在银行 因为你股权套现以后 肯定是不可能逃税的 那么你就保存合法纳税凭证 然后将这一部分现金资产 合法的存入银行 你就不怕被记查 当然我说是暂时的 暂时你是安全的 如果说他真的想找你麻烦的话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 建议三 就是尽可能的把你手里的 不太能说清楚来源的钱 我不管你是哪来的 只要你自己经不起查 你就尽快把这些钱取出来 存在哪 存在亲戚家 父母家 存在你自己家也行 保险柜里 你用的时候呢 用现金 你在短期内还是没事的 因为你银行没存款 名下无房产 那么你就不是共产的对象 懂吧 第四 建议你什么呢 如果说你暂时出不来 那么近五年的时间 都不要碰任何的有形资产 尤其不要投资房产 切记这个建议 也许将来你翻看我这个五年 十年你来翻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条建议可能真的对你很有用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非常严重 而且房地产已经被政府几十年的过度压榨 压的差不多了 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是绝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第五个建议就是中国境内的任何投资理财产品 坚决不要碰 坚决不要碰 中国的投资理财全是骗人的 你投资 你投的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资 这个结果是可预见性的 就是你一定是血本无归 建议六就是你绝对不要相信任何高回报的投资产品 不仅仅是理财产品 什么债券呀 分红保险呀 储蓄保险呀 中国的保险一律都是骗人的 包括美国的很多保险公司也是骗人的 坚决不要相信 美国有很多那种老鼠会 就是拉人头 然后赚佣金的那种方式 什么就是卖产品也好 什么就是那种传销 你知道吗 就坚决不要碰 建议七 不要再炒股票 炒期货 中国的股票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 你如果没有内幕消息 你一定是那99%赔钱的傻逼 坚决不要碰股票期货 想通过股票赚钱做美股 起码你不会赔钱 最后一个就是 今天我说的最关键的一点 能把你的钱转出来 你就尽快转出来 能移民尽快移民 原因我不再啰嗦重复了 我以前的视频内容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那些逻辑分析 我今天不重复再说 耽误大家时间 就一个理由 为了你的子孙后代 过上正常的生活 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 仅此而已 那么如果你把钱转出来了干嘛呢 别的国家我不熟悉 我就说美国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钱转到美国来 那么我建议 第一投资美股 第二投资美国房产 因为美股和房产 美国的房产 是最有投资价值的产品 股票我之前有一期直播节目 说的很详细了 今天我就说重点 有的人会说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了 你建议我们投资美国的股票和房产 是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呢 我这么跟你讲 我最近四年赚的钱 就是靠股票和房产 而且你翻一翻美国的经济发展规律 和历史以往的一些经济周期 你会发现 即使是遇到史上金融危机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 你去查一下历史资料 很多历史上类似的这种情况 你会发现 美国的这个国家特别神奇 就是当年的这些所谓的国父们 在制定独立宣言的时候 在那吵了几个月 但是呢 慢工出细活 这些东西奠定了美国发展的一个基础 注定了美国今后的发展 都是在沿着一个特定的规律和轨道去进行的 它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变美国的发展 和这个国家的变动 金融危机是会发生 但是美国的金融自我纠错能力非常强 股市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下不可避免 但是通过一到两年的自我修复 也许用了那么长时间 它也会起死回生 甚至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恰恰是聪明的钱流向美国的时候 最近我在查世界的一些资产流向的数据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全球金融都不好 日本上个月日元贬值了50%以上 我当时在朋友圈我不是跟大家建议吗 就是换日元换日元 我换了很多 你现在你短短一个月时间 你再回头去看看汇率 肯定是赚了 这些钱你将来换回来赚差价 或者是你去日本消费都是很划算的 那么我最近在查这个资金流向的时候 我发现什么问题呢 钱是很聪明的 当然我说的这个钱是资本的钱 不是你散户的 你说我五百万五千万 你那不叫钱你知道吧 就是当然我没那么多钱 钱是最聪明的 就是钱它总是流向安全的地方 当然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你要去跟风 虽然说你没有那么多钱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我们散户呢 我们就是跟资本的钱去走 你知道吧 资本的钱流向哪 都流向美国 他们都在盯着美国的各项数据的变化 什么消费者价格指数 什么美元走势 你让我给你一个文科生 给你谈特别具体的这个数据呢 我也不是理财节目 我法学专业毕业 我也讲不了金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道理 那些指标 我自己看着也头疼 我们就看大方向 就看大的动作 现在资本都在盯着美国 他们在筹准机会 砸向美国的股市和房产 这些钱是最聪明的 所以你和我作为一个 你有几百万美金 或者有几千万美金的散户来说 对于我们来讲 你就不一定能够买到历史最低点 但是你跟着聪明的钱走 总归是不会吃亏的 那么你现在投资美国股市和楼市 我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楼市经过了两年的疯狂的猛增猛涨 已经开始随着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趋于稳定 而且之前就是上涨非常快的这些城市 在最近这两个月 都成为美国房地产下跌最快的城市 美国人买房他是一定要贷款的 所以作为手里有钱的 这个全款payoff的中国买家来说 你不需要贷款 你是最划算的 如果是不着急的话 你可以再等一等 等两三个月 如果说你现在是刚需 你已经移民到了美国 已经拿到绿卡了 你急需要买房 那你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租金交给别人 你在美国租房子一交就是半年一年 对吧 一签就是半年一年的合同 所以说你等两三个月 就圣诞节以后是美国楼市最低迷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人找工作啊 换工作或者离婚什么的乱七八糟事 都在圣诞节以后发生 所以很多人会一夜之间还不起贷款 然后就急于出售房产 这个时候尤其是在 现在这个金融危机的大的背景下 进场 中长期来看 你是一定不会吃亏的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谈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